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东城附近的交通一度受阻 警方在傍晚控制火势 目前正在调查爆炸的原因 根据警方说法 爆炸现场位于二大道121号 临近东七街口附近 一栋五层楼住商混合大楼 研判爆炸起始于一楼的寿司店 这一家寿司店曾因地下室 安装天然气不合格 被联合爱迪生公司开除罚单 事发地点附近有多栋纽约大学教学楼 不少学生住在附近 警方已经排除恐怖攻击的因素 市长白色豪示范后赶往现场 他说初步查证显示 爆炸案和瓦斯管道漏气有关 邻居警方表示 一名男子于星期三的深夜 在布鲁克林试图性侵一名妇女 目前警方正在搜寻她的下落 调查人员表示 该名男子怀疑于周三深夜 尾随一名36岁的妇女 来到威廉斯堡附近的公寓楼 他声称到公寓楼拜访朋友 于是这名妇女让她进入大楼 当他们走到三楼的时候 该名男子试图性侵这名妇女 于是妇女开始大声喊叫 随后这名妇女的儿子赶紧跑出来 营救她的母亲 该名男子随即逃跑 如果有任何的知情者 请拨打1800577Tips 或者18005778477提供线索 众议院通过立法要求延长 针对两名纽约被害警官刘文健 和拉莫斯家属募款的 捐款减税期限 该法案将延长期限 到今年的4月15日 这一项被称为2015 被杀害警员家庭援助的法案 在25日晚些时候 被国会众议院遗致通过 根据该法案 在去年12月31日之后 也就是今年的1月1日 至4月15日期间 为此前被枪杀的纽约警员 刘文健及拉莫斯家属 继续捐款的民众 在为2014年报税时 可申请捐款退税 以鼓励社会各界 继续为两名纽约警员家属捐款 去年12月20日 刘文健与拉莫斯 在执勤巡逻时 被一名非裔男子 布林斯利近距离枪杀 为了扩大服务 布鲁克林社区居民 联合健保于巴达道 成立了布鲁伦亚裔资讯中心 为社区民众解答 医疗保健等问题 今早举行了正式开幕典礼 及迎春开放日 公布的资讯中心将为居民提供各种健保及福利计划 包括红蓝白卡以及免费健康教育课程 也包括协助退休人士申请多种州和联邦社会福利项目 联合健保亚裔全美副总裁罗光滇表示 新中心的落成 象征着联合更进一步的深入社区 这将在未来更好的服务于社区民众 我们联合健康保险 我们终止是要帮助我们的民众 能够活得更健康 活得更精彩 那我们过去20年 我们在亚裔的社区里面不同的据点 我们都提供 为当地居民提供的服务 那我们希望我们把我们的服务 带到社区的每一个角落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 能够庆祝我们 布鲁伦办事处的 亚裔资讯中心 我们开幕了6个月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能够把我们的服务 也带到布鲁伦 给我们这方面的民众 提供更个人化的服务 联合健保新中心 配备了专业服务人员 使用6种不同语言 更好服务民众 布鲁伦亚裔资讯中心地址为 布鲁伦巴亚道6420号G107市 华天市记者赵璐纽约报道 驻纽约台北经文处 与世界青年联盟25日晚间 举办了曼哈顿国际影展闭幕式 即获奖电影放映会 来自台湾的青年导演 郑雅珍的作品 《科本的一天》 获得评选第一名 另外一位台湾导演 黄瑞金获得第二名 世界青年联盟25晚间 在驻纽约台北经文处 举行了曼哈顿国际影展闭幕式 以及得奖电影的放映会 此次影展邀请全球30岁以下青年导演 提供彰显人权尊严的短片参展 有50部全球参赛作品中 临选出9部进入决赛 其中有4位台湾籍的青年导演入围 驻约办事处长张文亮 在支持时表示 台湾青年导演表现优异 郑雅珍获得首奖 黄俊瑾获得二奖 成绩杰出也感到余有容颜 那最后脱颖而出的获得前两名 真的非常非常难得 我想这个是我们台湾的年轻人 另外一次在国际的场域发光 我们真的非常祝贺他 我们也以台湾的年轻人为荣 世界青年联盟会长 纳达巴也感谢驻女学办事处 多年来的支持青年艺术家及文化活动 与会代表并在影展的闭幕酒会上 与荣获首奖的导演郑雅珍合照 获得首奖的导演郑雅珍作品 《刻本的一天》 影片是以一个患有社交恐惧症 但极有艺术天分的插画家 《刻本》为主角 被挟持在一辆巴士的经历 郑雅珍对于她第一部电影能够得奖感到殊荣 并感谢电影团队的队员努力付出 这是我的 就是我两年前毕业 我是常常科技大学毕业 传播艺术系 然后这是我们的毕业之作 然后我们总共有12个 对 然后其中其实蛮特别 我们有9个都是女生 然后包括摄影师 灯光师等等 都是女生这样 对 所以特别开心可以来到就是 纽约这边 华语电视记者 杨振田 纽约采访报道 复活节即将到来 为了让怀疑的小朋友入境随俗 体验复活节文化 法拉圣地区多个社区团体 纷纷举办复活节寻弹或会彩蛋等活动 其中市议员顾雅明的办公室 28日下午1点到4点 在法拉圣凯辛那走廊公园 举办复活节找彩蛋活动 法拉圣飞跃皇后中心 将在4月4日举办彩蛋彩绘比赛 及寻弹集章游戏等 欢迎社区儿童参加 为了让社区孩童体验美国的多种文化 法拉圣社区多个社区社团 纷纷举办复活节的寻彩蛋 或彩绘彩彩蛋的活动 其中 纽约市议员顾雅明办公室 与基督教全服会 将在本周六28日下午1点到4点 在法拉圣扣登街 与45大道交口的凯辛那走廊公园 举办复活节早彩蛋活动 现场还有十多项小游戏 及免费临时 乐团表演等 此外 美国富顿集团 将在4月4日中午12点到下午3点 在法拉圣飞跃皇后大楼的底层大厅 举办复活节的乐园活动 除了有复活节的寻彈游戏 与兔子合影等 还将举办彩蛋的彩绘比赛 现场还会派发丰富的礼品 让小朋友们享受一个温暖和徐的春日假期 欢迎社区民众 扶老稀有参加 华语电视机 杨展天 纽约三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